欢迎台湾总统 总统来兴得副总统肖美琴 同台首举标语为总统府 新常设斩民主方舟 台湾永续前行 揭开序幕 这几张手稿是张忠某董事长 1985年向余国华行政院长 报告对于台湾半导体 跟晶片产业的规划 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某 珍贵手稿运用AI科技 深层新闻报道 丰富多余的生态与台湾民主进程 都能在展览中看到 这也是总统府可有五个多月 再有新的常设斩 民主台湾在太平洋上的一艘方舟 和平为灯塔 民主为指南针 自由人权法治为旗帜 每一个台湾人民 都是这艘方舟的典航员 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 有不同的意见 有很多元的主张 最终大家都能够找到共识 一起向前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必须要团结努力 台湾花了近40年才从威权走向民主 并在全体民众的努力下 让台湾这艘民主方舟持续在太平洋上屹立不遥 这一路的艰苦让政府总统心有气息焉 更期待我们所有各地的台湾乡亲 有时间的来看看 有时间来坐 共同的分享这份历史 以及台湾民主所赋予大家的荣耀 让我们看到台湾漫画 丰沛多元的创意 在漫画的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面向的台湾 同样令人赞赏 除了长设展 文化部也延续今年 总统府建筑国庆光雕展演主题 推出台湾漫画特展 让台湾民众能从不同面向 欣赏美丽台湾 明示新闻台神经红台北报导